八仙晨暴受伤之后 简月龄终于第一次洗脸 她用脸盆装水 手里搓着洗面乳 边讲话边洗脸 还请妈妈帮忙录影 脸上藏不住喜悦的心情 等一下再帮她擦来洗 等一下 我哪儿再说 你哪儿再说 台大研究生简月龄 在八仙晨暴当中受伤 烧烫上面积有75% 经过将近40天和死神拔河 目前她的复原进度超前 在复兴节前夕 她自己洗脸自己打理 简爸爸看到这段画面 说令她想起女儿 刚出生的时候 觉得相当心疼和不舍 简月龄还跟爸爸说 对不起 让家人担心了 简月龄有六个兄弟姐妹 她的父亲退休之后 还担任寄养家庭 在家中寄养三个孩子 在八仙晨暴案发生后 社工担心简爸爸没有办法 再担任寄养家庭职务 但简爸爸说 寄养的孩童最需要被客户 不会因此就放弃寄养 让他们可以有足够的心力 去照顾这个受伤的女儿 可是后来我们就去跟这个 简月龄爸爸做很深入的讨论之后 就发现其实他们家庭的凝聚力 非常的强 尽管受了重伤 简月龄依然和爸爸相约 康复之后要一起去博朗大道跑步 受到女儿的鼓励 简爸爸也继续担任寄养家庭 关怀弱势 让社工相当的感动 这有六文兵云林报导